华联超高龄社会县府也积极推动 一社区一关怀据点来照顾长辈晚年的生活 光复乡大安社区发展协会 配合在去年成立社区关怀据点 原本15个限定名额却吸引了17位的社区长辈来参加 而今年年终尾牙参会上 长辈们纷纷肯定表示 每周都很期待来关怀据点 与老大人们一起共学共餐 大安社区关怀据点满周年 趁着岁末年终之际 社区发展协会特别办理尾牙参会 让长辈同学们一起共餐 包括乡长林清水 光丰地区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议长张俊服务处主任张成伟也都到场同乐 虽然才成立一年左右 不过社区发展协会规划了各式各样 学习课程、律动活动等等 让长辈们乐不思索 每周都期待到据点共餐共学 刚参加 哦真的哦 这边很好啊 大家都很快乐 天天健康天天快乐 不要开心哦 为什么 开心要到医院去哦 讲人笑话 但社区关怀据点平均年龄超过75岁 各个神清气爽健康有活力 社区干部志工老师也安心放心 未来协会也将扩大办理 生活更丰富 让一些社区长者可以多多来社区 利用社区多走出户外 身体也健康 迎接花莲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县政府也积极推动一社区一关怀据点 来照顾长辈晚年生活 光复商丹 社区发展协会 去年配合开办社区关怀据点 原本15个限定名额 却吸引了17位的社区长辈来参加 今年成立满周年 社会也特别办理念中委牙餐会 大家共聚一堂 挥别兔年 以健康活力的生活 来迎接龙年的到来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 说是玉兰 也有丰长的顶线 帮助